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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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就在大家讽传他们快要结婚的时候 这弗拉尔斯太太突然自杀死了 事件引起全村人民的热烈讨论 贯注弗拉尔斯太太死亡效益的 还有同村的医生谢普德 这谢普德呢就琢磨着 如果这弗拉尔斯太太正是自杀 那这一定得留下一数骂的呀 她这死亡啊 你说会不会跟一行几前 自己讨论的那事有关呢 这谢普德正在这琢磨呢 罗杰呢便踩人唾心 把义生邀请他到家里去敷烟 晚上七点半 义生带上自己处人用的黑色踢包 来到了粉丽状园 只见罗杰紧张兮兮的 把义生叫进了房间 关进门窗 其实啊叫谢普德来 不是吃饭那么简单 毕竟啊她媳妇都自杀了 她哪还有心情吃饭呀 原了 扶拉尔斯太太前妇死前 正是义生谢普德看护的 罗杰呀 是想问问她知不知道自己的前辈 其实是被毒害的事 原来啊 这扶拉尔斯太太曾经和罗杰透露过 说自己啊无法忍受丈夫的虐待 又对罗杰产生了感情 所以便毒死了自己的丈夫 但这一年里 扶拉尔斯太太一直因为这个事 受到某个恶魔的敲诈 终于不堪重负 自下身亡了 罗杰怒火中烧 决心一定要把这恶魔给救出来 但就在这时候管家帕克拿出了几缝信过来 罗杰一下子就扔出了弗拉尔斯的笔迹 他抓过一缝蓝色的新缝打开 却突然紧张兮兮的观察其周围 果然 弗拉尔斯在信种小把巧诈自己的人给救出来 请罗杰来帮忙惩罚 义生本想着好心也过来瞅瞅 却被罗杰催促离开 信是八点四十分送进来的 直到义生八点五十分离开时 信还没有读完 临走时义生将罗杰 不要任何人打扰他的话传达给了管家 回到家之后啊 义生准备休息 结果就在十点十五分时 楼下的电话忽然尖锐地响了起来 义生宠下楼去 抓起话筒 警户了起来 原来电话中说罗杰被杀了 谢普德驾车赶了过去 他宠进粉丽转原潜艇 问管家他们的主人现在怎么样了 可是管家竟然不知道主人 是否震得遭遇得不测 还以为啊别人恶作剧开的玩笑呢 罗杰的房门啊 从里面锁着的 喊门也没人应 于是啊 俩人合力撞开门 发现罗杰正保持着义生走失的姿势 坐在扶手椅里 脑袋外向一边 在后背外套一领下 插着一把汗广闪闪的剑 手里拿着一封解露坏人的信 可是他还没来得及读完 自个儿也被害了 这义生让管家赶紧去打电话通知警察局 这时候我们的诊探博洛登场 他是阿加莎诊探小说里的常客啊 小小的个子却蕴含着巨大的能力 他整合了所有人的证言 又仔细观察了现场 终于发现了案件的冒匿 我们来看一下 诊探博洛的推理过程 现场啊少了一封信 说明这信是与罪犯密切相关的 闯台上有爬进爬出的脚印 但罗杰的身体 也不是像警博搏斗后死亡 所以那就只有一种可能 这人爬进来时 罗杰已经被害了 椅子的位置有变化 是因为杀手要用椅子挡住某样物品 可以在众人眼皮子底下 待进待出不被发现 种种的逻辑腿底下 博洛判断出真正的凶手 正是义生 没错 就是小说最开始的第一主人公 前面描述的很多义生的所见所闻所想 其实啊 都已经埋下了伏笔 在罗杰开始看信的时候 他就已经被医生杀死了 医生用录音机 假装罗杰说话的声音 伪造了死亡事件 紧接着 他又让一个正要坐船远航的外地病人 给自己打电话 说是罗杰被害了 这让他有合适的理由 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当惊慌失措的管甲帕克 打电话报警时 医生迅速将椅子拓出来 将录音机放进了自己的腰巷里 深不知鬼不觉地 拿走了辅助作案道具 事实上 那个猥胁弗拉尔斯的恶魔 正是邪不得 当他知道 弗拉尔斯的战务是被毒杀之后 觉得自己有了一个 骗将横财的好机会 此刻啊 他的人性已经完全被扭曲 被不断膨胀的坦念宠满 他日复一日 不停地咬邪恐吓弗拉尔斯 从对方那里取得钱财 最终避死了对方 已经完全没有道德底线的异常 为了避免这事败露后 审败名列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又把剑刺向了罗杰 一条道走刀黑 这种作恶 就像朵明诺骨牌一样 让原本生活体面的异常 却走上了邪路